接下来的区里走透透单元 带您来认识信义区的广居里 如果你来过信义区的广居里 一定可以经常看到杨玉堂里长 拿着铁蚕与浇化器具 蹲在花浦旁进行绿植栽 杨里长表示 广居里辖区内相当多树木 也因为土地多属私有地 因此在获得附近居民的全树同意之后 把原本容易串根的榕树改种成章树 并且在树干的下方 利用砖头围绕起来 形成正方形的小花圃 种植杜鹃 桂花与矮仙丹等木本类的植物 目前已经种植了3000多株 为社区绿美化尽了相当多的心力 因为本身我们里里面没有公园 所以说我们只能管 我们这个私人的人行道下去做这个美化 利美化的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 产发局 还有我们戴喜庆戴义员的协助 然后我们都请他们通过他们帮忙 帮我们申请这个土啊 还有肥料 还有这个花 杨里长与三位志工 每天轮值替洒区内的花草进行维护 可说发挥了愚公移山的精神 让广居里的里民也变得相当喜爱绿色植物 里内的闲置空间多可看到官业类盆栽 可说是一个绿叶盎然的林里 产发局它目前现有的供应给我们申请的花 让我们去挑选这样 本身我们里里面就是目前挑选三种花 就是桂花 海鲜丹 还有这个杜坚花 这三种 辖区内中校东路五段三七二项 二十七弄到二十九弄间的防火项内 可以看到五十多户的居民 在窗台外挂了红色旗帜 未为奇观 杨里长解释 原来是附近相当多鸽子前来栖息与留下粪便 因此住户采纳了里长的建议 挂去红旗来驱赶野哥 以前想到说养鸽的人家 都会用那个红旗子在操演那个鸽子 结果我就想说那我们用红旗子来试看看 我就是有用一些红旗子给住户他们去擦 本来是没有想说要擦那么多 可是环境蛮热烈的 每一个住户就会来到办公室来索取 结果就越做越多了 现在变成我们里里面那一条巷子的一个奇观 广军里的绿美化工作 杨里长不假他人之手 每天像照顾幼儿班的爱护里内的一草一木 就连里长外出巡视时 里面也会向里长交换职栽心得相互讨论 杨里长的亲力亲为 深获得里面的肯定与大力赞许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